书接前文,咱们继续聊这个乌兰不统治战 前文书啊,咱们主要聊嘎尔丹了 嘎尔丹呢,兵败之后,逃回了科布多的大本营 这嘎尔丹的一路上啊,算是受老罪了 哎,赶上了天花,损失了很多的部众 这次呢,来侵犯卡尔卡蒙古啊,所掠得的财物 以及这个牲畜,也没能带回科布多 全留在了大红山战场上 广市啊,作为驼城的那些骆驼,就够他心疼一阵子的了 那总归是长生天保佑,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咱们按下嘎尔丹不表啊,咱们再说清军这边 咱们为了保证这故事的连贯性啊 前文书基本上就没表这个清军这一方 自这康熙29年8月1日,两方正式交火以后 这清军主帅扶全,就觉得这仗啊,是非常的不好打 别看这嘎尔丹一方啊,兵力不如清军,但是战斗力极强 首先呢,说是人员上的 这人都知道这蒙古骑兵骁勇善战 这准嘎尔的蒙古骑兵啊,那简直啊 就是蒙古骑兵当中的绝品 那在这个骁勇善战前边还得加一个更字 再加上有这大喇嘛,技农忽图克图给他们念咒加持 在心理上啊,又给他们灌了一通心灵的迷魂汤 那这群准嘎尔士兵啊,那简直现在就是不怕死了 他们认为啊,不但有长生天的保佑 又有这个大喇嘛忽图克图的加持 所以咱们呢,那现在就是无往不克 哎,这是人,说完了人呢,咱们再说说军妾 有很多学者都认为啊,这准嘎尔人现在用的就是从沙俄买来先进的随发枪 可是啊,我查了很多相关资料 也没发现在这一时期沙俄呀,出售给准嘎尔人随发枪的记录 所以说呢,我认为啊,这准嘎尔人用的枪械 虽然比清军先进的多,但是还是火龙枪 为什么呢? 因为就在三两年以前,在远东战场上啊 这哥斯克骑兵用的还是火龙枪呢 这俄国人自己用的还是火龙枪 他们怎么可能把随发枪卖给准嘎尔人呢 那么在炮上面呢,准嘎尔人用的炮啊 虽然威力不大,但是啊,适合防守 小巧轻便不说呀,还是速射炮 这些炮啊,就架在驼舵子上 训练有素的炮手啊 一分钟打出两三炮不是问题 那有人就说了,这前庄田怎么能一分钟打两三炮了 哎,您不知道了 这种速射炮啊,叫子母炮 是弗朗基的一种分支 后边的火药桶啊,是预制 可以更换 这前田庄啊,主要装弹丸就行了 那清津这边呢,有搭炮没有啊?也有 但是比较笨拙 主要啊,是这个当年南淮人都造的这个铁心火炮和子母炮 这子母炮也是速射炮 就是弗朗基 虽然呢,这个射程远,威力大 但是啊,机动性不强 倒霉啊,就倒霉在枪上了 这会儿的大清朝用的,那一水都是火龙枪 清朝人的称之为鸟枪 虽然都是火龙枪啊,在威力和射速上远不起准盖尔的枪支 有的资料上显示啊 8月1日,乌兰布统之战开打的时候 这常宁军还未到 那有的资料显示呢 在8月1号打起来的时候 常宁已然参与到战斗当中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啊,常宁是率领着自己的一支突击队 先赶到了战场 大部队呢,这会儿啊,还在路上还没能跟上 8月1号清晨,战斗打响以后 这清军就组织了三次进攻 但是都没有效果 都被驮成后边准盖尔人猛烈的炮火拦在了山下 就在这期间 这铜国刚,康熙皇帝的舅舅被榴弹击中啊 身死身前 也有人说啊,这不是被榴弹击中 是准盖尔人呢,一次有效的伏击 因为啊,在冲锋当中 这铜国刚的身份被准盖尔人辨认了出来 知道这是一员清军的上将 所以才有意命令狙击手将其拘杀的 不管怎么说吧 反正啊,这大将军铜国刚是身死镇前 成为了这乌兰不同大战当中啊 战死的最高级别的将领 死那年呢,也不到50岁 这康熙皇帝给铜国刚啊 当然是优厚的抚恤 可是到了雍正时候啊 因为党争,这铜家啊 在雍正皇帝的眼里算不是玩意儿了 雍正皇帝给铜国刚啊 又补了一个评价,哎,很有意思,我可以给您念念 不特感圣祖高厚之恩,而且释怀愿望 厚往乌兰不通出兵时 圣祖知其简略 不可大任一切紧要事物 却不令其干预 但令管辖火器营 以新生怨队,即临阵时 以独穿出色之甲咒 但其持出鹿角之外 以之中相身死 盖其平日蓄致奋力 故特有意轻生,以辱国体 然,圣祖念其既以身亡 仍诱驾续典 您看没有 就因为后来这铜国刚的弟弟铜国为 站出了队 站在了八王印寺的一方 所以才导致啊 这已经死了的铜国刚 落得雍正皇帝这番评价 这雍正的意思是说啊 你死都是故意的 为什么要故意死呢 就是想啊 辱没我大清的国体 有的时候想想这雍正皇帝的心眼小的呀 也确实是挺有意思 这是个差距啊 咱们暂且不提 咱们接着说呀 大清朝在这场战斗当中 降临的表现 还有没有表现好的呀 有啊 同国为一样 这哥哥死了以后啊 他为了替兄报仇 冲杀在前 也是异常的奋勇 那这军中还有没有大官啊 有啊 咱们所熟知的所相跟明相啊 就是索额图和明珠 这俩人呢 表现不咋地 贪生怕死啊 已经啊 表现的淋漓尽致了 本来呀 望上养功驼成的兵力啊 就着金箭肘 这二人呢 还在营中刻意的挑选了精壮的八级勇士 好几百来保护自己 并且告诉自己的家人呢 把马准备好了 时刻就要准备 哎 颠了 那要说还有没有比这二位大人更怂的 有啊 整白旗八旗副都统名字叫做四个印 他看到他主将同国纲阵亡以后啊 他就开始哆嗦 也么咋么寸 对面一声炮响啊 一颗炮弹就落到了他的马旁 这哥们啊 还真听话 一下子头冲下呀 就从马上栽起来摔地去了 那身边不光有士兵啊 还有他们本家的家丁奴才呢 上前之后啊 赶紧把这位家主扶起来了 一看好家伙自己这位主子呀 脸都下白了 他睁眼一看呢 这帮奴才都看着自己呢 他还给自己着脸 他说呀 这不是下的 属于是太热 我中暑了 那那句话说了 这战场之上还分什么主子奴才呀 这会儿啊 都是为大清宵里的将士 有一个家丁奴才呀 就骂他 你身为二品大员啊 如此临阵退缩 归去和言见人也 也不管呢 这位家主四哥印乐不乐意 从地下把他扶起来 直接就抽上了战马 这二品大员真有的 上了马之后啊 多了多缩 又从马上出流下来了 趴到草丛里呀 把脑袋一缩呀 双手抱头 突突突突突突 抖成了一个 那么说这清军当中 就没有好样的了吗 当然有了 这前锋营 左翼军当中 有一名小将军 就叫做格斯泰 这格斯泰呀 有一匹战马 是一匹枣红马 这匹马长得特殊 浑身的枣红色 如段子一般 只有这前脸 鼻梁子呀 是一块白 这匹马呀 在万马军当中啊 也找不出一匹虫样的 所以呀 在战场上 格斯泰和他这匹战马 就格外的显眼 这格斯泰所成这匹战马 有故事 那是康熙皇帝 亲自赏赐给他的 有人就偷偷的跟他说呀 就这匹马呀 将军你还是换一下吧 为什么呢 这白鼻梁子马呀 他方主 这格斯泰听闻之后大笑 说呀 效命将长 五夙愿也合计 这战后写战报的时候 这扶权呢 就向康熙皇帝奏报 说这开战以后啊 就见一员小将军 骑着一匹白鼻梁子的红宗马 在这万马军中 杀了个七出七入 那是七出七入吗 不是 那是长板坡的赵云 这原文是这么写的 方战时 轻剑一呈白匹马 三入敌阵 众结石为格斯泰也 那么说这格斯泰有病吗 为什么一次一次的冲入敌阵 冲入这个驼鹰当中 他干嘛去了 实际上 在第三次回来的时候 这格斯泰呀 就画出了一幅详细的驼城布防图 因为这个驼城啊 有大部分都射在林子里边 山高林密 这清军并不知虚实 这格斯泰之所以三出三入 杀进敌阵呢 那就是去侦查地形 侦查驼城的虚实了 有了这张布防图之后啊 这清军的炮火 才做到了准确打击目标 这清军在战场上的形势啊 逐渐的才占据了上风 可是啊 这天晚了 这张更不好打了 这清军呢 损失严重 准格尔军呢 也归缩到了山顶附近 天黑之后 各司霸占 这才有了这个 祭龙呼托克图 下得山来 假意投降 他跟这扶权是怎么说的呀 他说这 博说克图汉 杆尔丹 清信伊拉古克三 即商言多尔记之言 深入边内 部下无知 抢夺人畜 皆大非礼 圣上来 一同宇宙之主 博说克图汉 不过小不投目 何敢忘形 但所其仇吐谢图汉 即折不尊丹巴 至有此物 乃今 亦无所吐谢图汉之意 请赐水草之地 敬后圣旨 说实话呀 谁听了这番话之后啊 都应该相信 这会儿的嘎尔丹呢 是想议和了 因为呀 这段话呀 很符合情力 他说呀 这个嘎尔丹呢 是听信了别人的怂恿啊 才跑到这个内地来 和大皇帝 打了这一仗 实际上这是误会 至于抢夺 这些牧民的财物啊 那是这些手下干的 都是一些无知的小兵 这赶尔丹呢 并不知道 所以呀 才有这些无理的事情发生 这康熙皇帝呀 您是全宇宙的大皇帝 哎 这赶尔丹呢 不过是一个小部落的小头目 他呀 不敢跟您轻易的闹无伴手 第二把第二把呢 跑到了草原深处 已经到了这个漠南蒙古啊 实际上是为了追击仇人 吐血涂寒 还有他的弟弟 折不尊丹巴活佛 现在呀 这盖尔丹表态了 他说呀 不再跟这个吐血涂寒 他们哥俩计较了 还请这大皇帝呀 赐一块水草之地 让我们这些人呢 先呆住了 从这儿等着呀 这大皇帝来指议 沙寡存留啊 全听康熙皇帝一句话 那高就高的最后一句上了 哎他又说呀 这让大皇帝放我们回去吧 这扶权啊 哎都不能答应 因为康熙皇帝下的命令 就是要把这 嘎尔丹消灭在乌兰布桶 哎人这个纪龙忽图客图说了 这嘎尔丹呢 他不跑 在这等着 等什么呀 等着这大皇帝来指议 对我怎么处罚呀 西庭尊便 所以这扶权才信了 向三军呢 下达了停战命令 他为什么下达这道停战命令呢 实际原因也很复杂 白天这一场战斗啊 这清军呢 已经损失太惨重了 如果形势还像今天一样 到了第二天 这扶权估计 很难组织起向阳的进攻了 再者 右路军的长宁大部队啊 很快就到 估计啊 就是在这一半天 事实证明啊 其实当天晚上 后本院这长宁的大军呢 就杀到了 上文书咱不是说了吗 这长宁的大军呢 和这准盖尔的溃兵啊 撞上了 就是因为盖尔丹手里啊 有这扶权的停战命令 所以才让这群准盖尔人跑了 这扶权心想啊 大军一到 我们把大红山一合为 饿也饿死山上的盖尔丹 所以这扶权才选择了停战 等着盖尔丹一合 也是为了拖延时间呢 好等这个大军到来 将山上之敌一举歼灭 谁想啊 这盖尔丹他要的就是这个 借着这个盾法呀 人家跑了 康熙皇帝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 拂案痛哭 回到北京城之后 这扶权啊 被伐奉三年解除了一切职务 这康熙皇帝啊 还想把自己这个二哥呀 这爵位夺了 干脆王爷你也别干了 还是自己的这个祖母 孝庄文皇后 替扶权讲情 这康熙皇帝才没格了 这个二哥的爵位 这里边啊 有个事啊 咱们得讲一下 哎 一旦而过 有人说这扶权的仗没打好啊 完全是因为他有原副将 他提掉不动 谁呀 就是康熙皇帝的长子 大阿个印之 就是因为有皇子的身份 所以这位副将啊 哎 这扶权管不了 让他往西 他偏往东 让他打狗 他偏骂鸡 那实际上是这样吗 那肯定不是 那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那你呀 现在是我的副将 我还管你是不是皇子呢 这种叔叔是主将啊 或者干脆是个外姓人是主将 皇子们是副将偏将的情况 在满族人打仗当中多了 那如果是个皇子身份的将官呢 哎 这主将就提掉不动 那这满洲人怎么才能入主中原呢 早就自生自灭在黑山白水了 所以说这种说法有人说 你也就是一听一乐的事儿 那对其他人是如何发落呢 像这常宁啊 那也无非就是发疯 那其他人呢 也无非就是雷声大 鱼点小的是那个意思 稍加惩戒而已 为什么呢 因为这康熙皇帝大局为重 对外宣称啊 这次乌兰部统治战 清军大胜了 那这也是为了安定民心 安抚群臣 那么这事儿完了吗 当然没完 这才是这大清朝啊 和这准干儿韩国之间大战的开始 刚刚拉开了序幕 精彩回幕就在明天 您尽请期待是决战 招募多 居ocr兰 领 呗 呗 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